双方的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 现在生花队的三条线的阵型 被曼林队的攻势越压越靠近本方的半场 现在曼林队连两个中后卫 卡里克和里奥菲尼兰都站在了中线附近 现在成了一场半场的攻防 退回去是没问题 但关键是生花队不能退得太好后 不能全都退到自己的进行前沿 36号王寿廷实际上这个动作还多少是带有一些犯规的味道 无论是年轻的布雷迪 还是之前在热身赛当中出现在左边后卫的42号布莱克特 这两名球员接下来还是有争取 好的 反差 一个很好的机会抱威尔把球给打偏了 拿球以后佩特鲁奇抬头找自己的队友 突然看到很好的位置 而且传球接应不跃位 跟上的鲍威尔 很从鲁的停球转身就打 能力应该是好于今天上半场首发的左边后卫37号布莱迪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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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续继续做回马其达的小下球 其实还是平了一个不是非常影响的脚下球的时候呢 身前都没有双花队的队员及时能够夹击过了 使它第二下的调整呢 还有足够的时间 太阳巨的双花队的防线还是站的比较平 每个位置方面都有人 但这一下突破之后呢 马上有防守队员补过来 而球天一呢 在这个时候突然是想去补埃尔兰德斯所在的靠右侧的位置 这使得回传的这一瞬间呢 香川真斯的身前出现了很大的一天空荡 它这一下停球呢 其实停的稍微的有点不稳定 所以停了一个半高球 但是迅速做出了条 再来一次右路的传中 好球 赫尔斯 连尔米尔这叫传球啊 传的相当的不错 身高 斯坦尔斯是绝没有什么先天的优势 但是起跳之后呢 被这个球的落点看到还是很准确 而且很聪明 顶了一个反弹球 取左侧的上脚 稍微高了一点 哎呀 已经形成了不错的机会 你开始了个球 发动 走 无敌 无敌 无敌